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我跟张哲的话其实算是同事也是情敌 是上司跟上是上司我是你上司 我是你上司 要纠结这些 当然 不过他是汉林之首所以你其实也算 不是一个部门 但是他的级别比他高 虽然说是情敌 但是到后期其实还是跟张哲 相互相成 成为了生死之交也算了 生死之交 对我们互相拯救 三个你们三个都是生死之交 互相保 对然后燕林的话是最亲的关系是表弟也算是我的软肋 因为燕林跟宁二是青梅竹马嘛 其实这里面有一有一段错终 复杂的感情就是因为我喜欢宁二 但是燕林又喜欢宁二 就他又是我的表弟 有这样的一层关系 张哲是一个兴趣的人 特别钢齿跟江选宁的关系是喜欢 但是又不敢说出口 又很尊重江选宁 大环境让他没办法去表达他自己心中的爱意 跟谢威是纯情敌关系 事情会有一段误会 对 你觉得我是一个坏人 对 那你对我其实不算情敌 对你对他醋意没有那么深 对你对我 他对你醋意深一点 然后跟燕林就是 普通同师 普太熟 其实没有 因为对手其实很少两个人 是燕林三位我振战四方 对 然后我们俩就是在互相猜测 对方有个什么坏心 对 主要是他猜测我 对 燕林是一个特别赤诚的人 甚至赤诚到连吃醋都很少 让人心疼的一个角色 就是 张哲跟我的关系就是很简单了 就是我爱的人爱的人 他喜欢的自然是比我好千倍的 宁令就相当于是我的太阳 我世界里最温暖和炙热的一切 我这一生想要保护的人 我会说 意愿就很简单 就是只要他好就好 萨薇对我来说也很重要 他是我的表哥之后 我也对萨薇有不一样的情感 我一直很愧疚于 我没能早一点帮他 我没能早一点帮他分担这些东西 所以后面当得知 他和宁令两个人可以互相守候之后 虽然自己很难过 但是其实真的很被他们两个都开心的一个状态 燕林是个种扩大的人 和我们分享一下 你们眼中聚中甜和你的部分吧 跟萨薇甜的点 就是萨薇说吧 甜的点 完了我脑子里全是虐的点怎么办 江雪宁跟萨薇甜的点在比较偏后期的部分 那最甜的肯定就是结婚了 生娃了就这些 然后虐的点就是因为他有很多纠葛 因为江雪宁是一个很纠结的人 他有一个心结一直在那里 就是因为萨薇之前杀过他 就一直有一个坎儿 我跟姜雪宁更多的是极限拉扯 拉扯感比较大 你可以把那种拉扯感视为甜 也可以把那种拉扯感视为虐 其实就是又甜又虐 没错 然后跟张哲甜的部分肯定就是在上京关 逃亡的那一路跟张哲相处的会比较多一些 虐的就是可能前面会因为再来一次的时候 姜雪宁又不想重蹈覆辙 还是决定跟张哲断开这类的关系 跟燕琳甜的点呢 就是燕琳会经常带着姜雪宁去逛街啊 去灯会啊 然后给他鸡头米啊这些 虐可能就是都是虐的燕琳那一边吧 爱而不得然后 拒绝很多次 对 即便不是他也并非是你 对 你会更倾向于用哪些词来形容邪威 魔鬼心肠谋略很深 臣服很深 这个就是邪威 暖心或者说重情 因为他不仅是对林二的情感是一直持续的 对 然后对自己兄弟其实也很重感情了 包括对吕玉显虽然说刀子嘴 但是他还是在吕玉显结婚的时候送出了鹤里 很讲义气的一个人 你对张哲共情最深的是哪场戏 张哲在跟江云宁表白的时候那一场戏 里面的台词 他都是特别隐喻的去说的 没有一个词提到了喜欢 谈戏是吧 对 那江水你可能是没有听懂 应该是很真诚 但是也没有提到喜欢 最重要一句是 你好好说 张哲对江雪宁的一句台词 其中一句是 碎碎招招招办安宁 就那个宁其实不是说生活安宁 其实说的是江雪宁 这段时间拍摄下来最有成就感的事是什么 张哲很多台词是涉及到一些古文 或者文艳文的东西 我们把那些背下来了 然后把意思说出来了 我觉得很有成就感 拍古装的快乐 那肯定就是可以穿很多 我觉得很好看的古装 有很多没有尝试过的造型 那成就感的话 因为古装有一些 比如说爆发情绪的戏 可能在现在戏不是很适用 但是在古装你可以尽量的夸张化 它会有很多什么生死离别 这种很夸张的情节 然后那些爆发情绪戏也玩是很爽的 就是作为演员来说 拍摄古装让我成就感最大的是 能让我遇到些微重角色 真的其实我说实话看了原著也好 剧本也好 我很爱协为这个角色 第一方面 他是一个情感非常立体的人 第二方面他跟我自身是有很大差别的 我能去在这四个月当中去感受这样的一个人生 其实对我来说是亲线感很强 挑战性也很大 对我事业也好 或者说心理上面也好 也是有很大的帮助 然后可能雁琳更特殊一点就是雁琳的马戏和打戏都特别多 有一场戏就是让我突然一下觉得特别沉浸 我骑着马然后把刀抽出来 然后往前飞奔那一刻 就那一刻你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拍戏这件事情 那个瞬间是非常爽的 作为演员来说 剧里面有很多博弈和较量 请和我们展开聊聊吧 那我的三位男士了 博弈和较量基本上是他们之间 我都是和那些半读之间的女生之间的 来三位男士请做大 其实我们俩可以说同一场 你还提到上千万那一场吗 对就是有一场那个谢威来找张哲 表明他们两个心思的戏 你表明你的心思 你让我也表明出我的心思 或者说警告我让我离开 对其实那场戏我是第一次去警告你 因为我之前是虽然一直知道张哲 但从来没有说出来过 可能会有时候会小吃醋了 但是从来没有跟你正面对话 对对对 他都是自己在 对那场戏是我第一次去警告你说 你要么喜欢宁儿 你就去用你的行为去表达出你喜欢 是我说了 然后你要是不喜欢 你就赶紧离开他 不要耽误他 对 我对你警告说这个了 师徒友伦可羡慕 你 差不多 每天 他是打羽毛球 每天真每天 对 差不多 谁最会搞氛围 把大家的情绪都带动起来 啊 你吗 他呀 肯定是 我分情况 对 我分 但你好像时时刻刻都是 挺开心的 他深夜一某 是吗 对我每次回家 我在家不开心 自己一某 自己不开心的时候 对 把贝勒带给大家 把香留给自己 被香花 露露在剧组 是不是经常人海味道 笑声天道 是啊 有有有 经常会这样 干嘛啦 对对对 差不多吧 我笑脸比较低 谁的表情包被使用的最频繁 我吧 我应该我会发自己的 对因为他 他经常会发自己的 会发自己的表情包 对 谁发朋友圈最活跃 啊 他 不是我们刚刚都说了 他是深夜一某的人 你说他会不活跃吗 我我一某可不发朋友圈的 昨天刚刚发 我买了一个熔岩蛋糕 然后我想藏着 是我哪天心情好了 把它吃掉 结果放了一个月 我弟子还看里面生煤了 然后保持器只有五天 想到了很多人生的 没有你扯远了 扯远了 我发朋友圈绝对没有你平衡 是的 就是你最多 就是你就是你 谁经常投胃给大家好吃的 投胃不是我呀 他有时候会带吃的 对 其实大家经常请客 经常互相的 这没有什么最多 就是有你一杯 有我一杯这种 没错 没错 你们中谁的网速比较快 那应该是我呀 应该是他 八百计 你们中谁唱歌最好听 对对对 对对对 好就是我 没错 我跟你说今天得亏是这个直播 不好意思就是拒绝我们 或者跟我们绝交 不是这个问题吧 怎么去看待呢 你们谁的OST 在抖音上唱过三天热搜 有谁比得过我 对 所以啊 你是不是准备 你安容莫穿一首 得跟你唱一首 快答我不是 给你的 这不是快快快答吧 快点 如果可以选择一个副业的话 最想做什么 歌手 可以你上道了 可以啊 上道了 有梗了已经 有梗了 你们当中 谁最幼稚 谁最成熟 最幼稚 对最幼稚肯定是你 最成熟 你吧 那我吧 我 我 就是 男孩子会变老 但不会长大 哈哈哈 就三个大男孩 是 他会说话 是 你们当中谁最会讲冷笑话 他 他就是他 我从来不觉得我讲的是冷笑话 对 他自己觉得很真 我真的 你觉得特别是他 他特别真正 我一点都不觉得我在讲冷笑 我在讲很 我认真地在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可能是我的丢人的事情 可能是我开心的事情 他是这样的 他可能刻意跟你讲一个笑话的时候不好笑 但是他轻易间跟你讲一个东西 讲一句话的时候 你就能够戳到你的笑点 当大家已经开始笑了的时候 星月的反应就更好 你们在笑什么 对对对 还是就是他 行 最后和宁安如梦的观众们说一句话吧 希望大家多多期待我们宁安如梦 我希望大家在观看宁安如梦的同时 可以多发发弹幕 也希望大家可以喜欢我们演的角色 希望大家能够在追剧的时候 多发发弹幕多 我想的也是这个 希望大家能做出评价 我们都会看到 希望大家能够找到自己喜爱的角色 和自己喜爱的剧情 如何每周三准时盖开神剧量的最新节目呢? 打开爱奇APP搜索 神剧量的官方一键订阅 或扫人尔维码 关注爱奇艺电视剧微博微信公众号 掌握最新剧透 追剧不再layback